今天我们来聊聊周杰伦 这个PREBUM的8090后 我整个新春的如雷冠儿的名字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盘点一下 周杰伦到底有哪些音乐天赋 每一项呢我都会用评分的方式 五颗星代表最容易模仿的等级 那星越少代表模仿难度越大 咱们看看啊周杰伦的这些天赋应笔的能力 有哪些是可以借鉴和模仿的 毕竟嘛伟大的创作都是先从模仿开始的 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吧 那首先来说说周杰伦的乐坛统治地位 到底有多恐怖 我们先来看几个数据 在周杰伦的巅峰时期啊 他的歌曲全球下载量位居第三位 那前哪名是谁呢 Lady Gaga和Michael Jackson 曾经某知名音乐平台呢做过统计 在2007年这一年 中国人收听最多的十首歌当中 周杰伦独占四首 金花瓷 菊花台 不能说的秘密和彩虹 那周杰伦出道20年以来 一共写了400多首歌 而且呢 涵盖了40种不同的音乐风格 给大家看一张表啊 周杰伦写的一半的歌呢 还都是给别的歌手唱的 可以说啊 华语歌坛的半壁江山都曾经唱过周杰伦写的歌 我们来听一下和他歌词里唱的是一样一样的 我们先来说说周杰伦的第一个天赋 绝对音感 模仿指数两颗星 不过您别灰心啊 虽然绝对音感呢 大多是靠天生的 比例啊 大概是每一万人当中有一个 但是呢 我们可以训练的是相对音感的能力 这个在音乐上其实更为重要 模仿能力能达到五颗星 绝对音感呢 就是在没有任何参照音的情况下 仍然能识别所听到的任何声音的音高 我们先来看一个周杰伦拥有绝对音感的例子 汪峰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引以为傲的音乐天赋 竟然被周杰伦轻松碾压了 诶 杰伦是绝对音感吗 对 我是绝对音感 有时候你就大概弹六七个音这样的啊 还有一个ray 没有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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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杰伦凭借惊惊人的听感的天赋呢 让汪峰这个中安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输得一塌糊涂 那周杰伦的第二个天赋呢就是他是天生的节奏大师 模仿指数三颗星这个嘛我觉得比那个绝对音感呢要容易 但是你如果要唱出周杰伦的那种音乐感就不容易了 这种感觉很多时候就是天生的 你听啊他二十年前写的这个beat 一眼是炸的 他是善用反节奏的高手 比如我们来听听这首夜曲他的节奏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这是周杰伦在曲子当中非常喜欢用到的一个节奏型 等一下呢我会用歌曲具体来举例说明 就是一个八分音符加两个十六分音符 这个十六分音符的最后一个音呢 跟下一个十六分音符做了一个延音线 然后在最后加了一个反复点 那节奏呢打起来是大大大大 其实周杰伦的很多曲子啊都有这种节奏型 我们来举例说明一下 比如说这个夜曲 为你安奏小房的夜曲 纪念我死去的爱情 再比如千里之外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再比如这个桃哲的melody melody 脑海中的旋律 脑海中的旋律整个不停爱过你 有太多话忘了要告诉你 你看他都是两拍里面插了四个字 那别的歌手的节奏完全就玩不到他那么炉火纯青的地步 而重点是啊 周杰伦唱的全部都是中文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蔡依林 朱琳也很努力很厉害啊 我完全没有贬低他的意思 我们来听听他的两首歌 都是周杰伦为他作曲的 波拉格广场和骑士精神 这两首曲子呢对节奏要求啊非常高 周杰伦呢其实属于很典型的节奏感不好的华人女歌手 后来啊她努力进化 但是呢到了快嘴rap的部分啊 节奏感依然很不协调 包括咬字的感觉 导致这两首曲子啊脱离的舞台听感并不好 卓琳得用非常炸裂的表现力去弥补他在肢体和声音上的节奏感的不足 那第三点啊也是重点要说的就是周杰伦的作曲才能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旋律感 模仿指数 两颗心这个作曲才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还来举例说明啊 我选了一首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 据说这首曲子啊周杰伦Demo的完成度达到了80% 所以啊我觉得非常能反映他作曲的真实水平 那在这里啊我们先科普一下一首流行歌曲的制作流程 那流行歌曲啊通常先取后词 这个作曲者啊创作出Demo后就由这个作词者进行填词 也有一部分啊是在有现成的词的基础上呢进行谱曲 比如说周杰伦的《发如雪》啊烟花易冷 那随后呢将由编曲老师在Demo的基础上完成编曲 之后啊分别进行人声以及乐器的录音 由混音师将录音的音频效果做出调整 那最终呢还需要将歌曲刻录成母带 这大概就是一首歌曲的制作流程 那夜的第七章这首曲子啊可以说把周杰伦的音乐上的放荡鼓机 不按常理出牌 吐字不清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 这首曲子是一首典型的旋律说唱 就是说的同时呢类伦旋律的话 首先前奏响起先是钢片琴让这个夜显得格外的临近 又带着一丝神秘感 与此同时伴随着小提琴的断奏 它又渲染了一些不安的气氛 然后这里大提琴进来了 来了一段歌曲的主旋律 随着低音鼓的滚动 预示着一场大戏即将开幕 整个旋律组也进来了 好 马上要进唱了 不过进唱之前啊 你听这里有个急促的颤音 仿佛赛说 噓 你们听 故事要开始了 这个快速的颤音和一声均鼓啊 会让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起来 去听周杰伦演唱 很多人都过病啊 说周杰伦吐字不清 其实周杰伦呢 是刻意的弱化清晰的咬字 这样可以把它更好的融入编曲 而且呢 这个早已形成它强烈的个人风格 在它的音乐里 它怎么玩都是对的 现在我们来听这一段副歌 现在来到了副歌这一段专人训 如果听到那之前啊 都还算一些常规操作 那这段副歌唱完后 要接的尖奏 这一下从前面的这个D小调啊 直接升到了F小调 真的是神来之彼 再来听这一段 同样做了声调的处理 让人听起来 直接寒毛直立的一段 升到了降低小调 这里来到全曲的最高潮 而且此时钢琴开始狂舞 它并且高低起呼的音符 衬托的人声 呈现出跟之前的副歌完全不一样的意境 我觉得通过这首曲子 已经太太太太不需要用什么加以证明了 从此 曲唱 钢琴的演奏到编曲 都是天才水準 对吧 那除此之外呢 周杰伦还非常擅长用五声音间 在五声音间 写出各种中国风的曲子 那什么是五声音间呢 简单来说啊 我们五线谱 其实总共是有七个音 对吧 Do Re Mi Fa So La Si 七个音 但是呢 在五声音间里啊 就是没有第四个音 和第七个音 就变成了 Do Re Mi So La 那周杰伦呢 就用这五个音来进行作曲 但是这么多人写中国风的曲子 唯独周杰伦的中国风啊 如此有韵味 能唱到每个人的心里 比如菊花台 菊花台 Do Re Mi Mi So La La Mi Right Do Do La So Do Re Mi So La 对吧 还有千里之外也是的 Re Mi Right Mi So Re Mi Right Mi So Re Do Do La Do Do Re Mi So La 但是说起来这么简单啊 其实周杰伦在里面呢 也用到了很多非常贵的显作手法 才让歌曲呈现出来的效果 这么与众不同 有很高的辨识度 那周杰伦的另一个才能呢 就是周杰伦的编曲能力 模仿能力嘛 我给到两颗心 在这里打个比方啊 让你弄清楚什么是作曲 什么是编曲的区别 那作曲呢 就像我生了一个孩子 那编曲呢 就是造型师 帮这个孩子啊 穿上好看的衣服 假设呢 这个孩子相貌 天生有缺陷 那即使打扮的再精心 也只能弥补些许的遗憾 而无法掩盖天生的缺陷 那同样的 倘若作曲平庸 声音不流畅 再搭上再好的编曲 也是徒劳 可以说啊 作曲奠定了基础 确立了下限 而编曲呢 加之点缀 决定上限 那对于一个好的音乐作品而言啊 两者质量缺一不可 很多人治理周杰伦的编曲能力 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比如我们来听听这首由周杰伦独立编曲的《水手牌》 那最后一个周杰伦的才能 也是我觉得难度和模仿的天花板 就是他同时还是专辑的制作人 这就是一种高瞻远瞩 同领全局 有大局观的能力了 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呢 周杰伦出道至今 创作的14张专辑的制作啊 周杰伦要自己独立担任歌手 在负责作曲的同时呢 还要独立担任制作人的身份 在整个华语乐坛当中啊 都是极为罕见的 但很多人都不明白 自作人具体担任什么职务 那很有意思的是 之前呢 提到的同一节的颁奖典礼上啊 周杰伦在领取这个自作人奖时呢 他也打了个小比方 我们来看一下 打个简单的比方啊 如果说制作一张专辑呢 就好比拍摄一部电影 那么专辑自作人的地位呢 就相当于是导演 电影导演掌控电影的剧本啊 选角啊 拍摄后期剪辑 制作流程等等等等 那专辑自作人也是如此 从确定专辑的概念开始 到考虑专辑内呢 不同风格类型歌曲的编排 随后啊筹划经费 为歌手联系合适的 这个词曲创作者呀 编曲家等等 幕后的音乐人 那制作人的话语权 无疑是最大的 大到可以干涉 专辑制作的任意环节 就拿双结棍来举例啊 在创作歌曲之初呢 周杰伦就对他的御用的作词 方文山提出了作词呢 要围绕中国功夫这一主题展开 而被众人惊惊乐道的奸走部分 钢琴的solo也早在demo中出见初心 那周杰伦在编曲时啊 就会确立好歌曲的风格以及题材 那我们再来说周杰伦的天花板作品之一 刚才谈到的夜的第七章 在demo中呢 周杰伦就配好了钢琴的旋律和和声 以及大部分的MIDI合成器的音色 奠定了整个作品的悬疑色彩的基调 也向作词编曲提出了侦探主题的半命题的要求 团队更是苦心磨合 以致敬福尔摩斯为主题进行作词 周杰伦呢也亲自操刀MV拍摄剪辑 共同为你们呈现出一部艺术品级别的音乐电影 可谓是相辅相成的经典 所以终上所说啊 你要说周杰伦的才华和天赋 有没有模仿的可能性 我想借用一首歌的歌名 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凉凉 大家就当看一乐都散了吧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